大家好,我是阿华,我现在在暴风街,今天去吃鱼鸡回头客汤馆 没啥特点啊 是这样的,我们不必炒菜,梦回汤的都是罐子慢慢炖,都差不多 最快的呢,就是说,藕汤是不是很有特点呢 藕汤没有啥?藕汤是湖北的特色,就是说,古本人都是喜欢苗藕炖汤 外方人在这里来就喜欢尝一下里面的味道 你也有吗?现在吃藕的人比较少 我吃苗的时候,就不是像冬天的藕那么好吃 那就来个土鸡汤吧? 土鸡汤可以,土鸡汤是做的最快的 哇,这么多罐子 有几十个品种的,不止啊 上来了,一罐 一罐儿 捞一下看一下吧 肉茶给的确实挺多呀,里边还带粉丝的 你看这里边再捞一下,还带个鸡蛋黄呢 这估计是那种下蛋鸡熬制的 再捞一下看一下 还有一个鸡翅根,你看的 挺大 这个量给的挺足啊 来尝尝吧 这汤做的确实挺浓 搞罐子味的,好像是确实 味道确实可以 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但是肉还做的也挺是碗烂的 汤也特别浓 挺好喝 粉丝呢 我吃的也挺有嚼劲的 不错不错 我感觉这个味道挺适合我吃 要想身体健康 一年四季都要喝汤 多喝点汤 比较好 我疫情期间多喝点汤 还挺增强免疫力的 今天补一补 现在这个疫情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影响大是吧 影响非常大 还不是小 平时 平时的时候是不是 没有疫情的时候挺忙的你家 你处理像这个时间在这儿来 你根本就没有个地方做 把你吃的大包拿走 或者拿凳子在那儿吃是吧 嗯 是这样是吧 像今天有点热 我把空调开着 你们就 就是饱满 做不像 我们现在在屋里 就是哪几个人就打包走了 在这吃人就少了 你们这也开十几年了有没有 我们大概有20多年吧